馬克和沙貝拉趁著天氣好 互相約對方到學院附近的迪卡比 大型遊樂場玩 他們很喜歡機動遊戲 又乘過身車又乘海盜船 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早上 所有機動遊戲都玩過了 馬克這裡有棟鬼屋 我們不如進去看看 鬼屋那些鬼鬼都是人扮的 一點都不恐怖 我不去了 我不如請你吃漢堡包 你陪我進鬼屋 那就行了 我陪你進去吧 這間冷屋就是鬼屋 一點都不恐怖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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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工作人員扮鬼嚇我們 我們扮著不知道 繼續上次嚇 等等 我們再嚇他回頭 好啊 好像挺好玩似的 他原來不是這裡的工作人員 原來他是一隻鼠頭掛人 你們倆今天很幸運 我會好好看待你們的 你是誰啊 哈哈哈哈 你們會成為我的晚餐 不需要知道我是誰 你們會成為我的晚餐 你們會成為我的晚餐 不需要知道我是誰 這份量就可以解渡 不過不可以多不可以少 否則死得這麼快 怎麼辦呢 那要給他多少呢 這份量是一個透明的淨方體膠蓋 沒有容量的黑度 如果憑感覺估計半個淨蓋的份量 就將藥水給沙貝拉喝 如果份量多了或者少了 他都會沒命 各位同學 你們想一下 可以怎樣在沒有容量黑度的淨蓋 在樽蓋裝一半藥水嗎 如果你想知道晚餐如何救回沙貝拉 打敗鼠怪人 可以到教成書櫃找提升數學能力 隨未讀本四立體體積這本書題 今天要對付出了一段時間 在內地上 讓我們走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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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